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我是珊珊 歡迎大家來到珊珊來了 珊珊前幾天的時候去參加了一個 桃園的冒險挑戰設施 大家喜歡這種冒險挑戰設施嗎 就例如從高空滑降啊 自由落體啊 攀岩啊 珊珊本身是非常喜歡這種設施 就覺得可以多一點刺激挑戰 超好玩的 但是也因為是在戶外的關係 所以我的皮膚就已經曬得超黑 有沒有 都已經有色差了 所以啊 今天呢 我要來問看看小幫手 我要有什麼挑戰呢 我們今天一定要喔 是不是還記得上一次的那個 顏色系列那裡嗎 因為之前只要說那個包裝 那個有紫色的 我們都可以選擇 但是今天呢 只要那個食物本身 只是那個顏色都不選 你是說食物本身就是那個顏色才可以嗎 我要來抽 藍色嗎 藍色嗎 藍色 藍色 裡面有藍色嗎 裡面有藍色 裡面有藍色 可以找到嗎 藍色的原型環圾 紅桃 算紫色還是藍色還是黑色 後面我會完成 等一下 有可能零食區會有機會吧 你說零食可能會做成藍色 韓國啊什麼的 我覺得有可能 這個 口香糖 吸水味 我覺得有機會 因為你看它是藍色的 好像有喔 就它 那打開沒有的話你就哈哈 我看到一個有可能是藍色 又是糖果是不是 好慘烈 好像都沒有 這邊都是水 師傅你太難走了吧 發現了這個過河島 它看起來就是很滿 藍色的 藍美 藍色的 我們有些藍色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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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現在怎樣去吃肉 Go 好酷! 好酷喔 好酷喔 真的耶 這個很酷喔 嘩 因此 好酷喔 喔 我把所有食物挖完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來吃 看這些東西到底是不是藍色的了 那我先打開這個 這應該沒有什麼意外 應該沒有 對 我就是覺得它應該不會有意外 超級 欸好可愛喔 都是小蘭蘭 又很蘭的薄荷糖 接下來是這個 也是糖果 也是糖果 這是軟糖類的 汽水糖 這種比較有風險 它紫的感覺不好看 不會像上次那個 有我已經看到了 成功 這個就不用說啦 藍莓 擦一擦 擦乾淨一點 這真的很好吃欸 就我平常也會吃 然後最後一個是 這是我版裡的 藍莓優格 這應該算是有吧 這裡面有那個 跟它一樣的 是有點辣喔 對 那個 這應該算是吧 蛤 三三來了這次 藍色食物的挑戰 雖然有一點驚險 但是也很順利的完成了 喜歡三三的影片的大家 可以在底下按讚留言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是三三 三三來了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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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